在第1名20萬高額獎金的誘因下 參賽選手報名人數是非常踴躍 大家都使出渾身解數 希望能夠得到好成績 競賽過程看來是非常激烈 每一位台上展現出的自信心 讓人寡目相看 我覺得與眾不同的是我舞蹈特別厲害 這是我自己很有自信的地方 然後走台步的時候 我也從容地顯現出 我的氣質還有我的台風 我覺得今天的參賽者來勢洶洶 其實說真的我自己也沒有多少把握 但是因為我有從事文化發展的工作 所以這方面可能會稍微加一點分數 對 然後不會有太大的抱負 就是希望透過此活動 然後看到更多東西 學到更多東西 這樣子就夠了 我覺得 我對自己身為布農族為傲 而且我覺得 既然他是扮在新一鄉 所以對我們自己原鄉的人 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初選中每位嘉莉在簡單的自我介紹後 有七分鐘的時間來表演自己的才華 大家拿出了絕活 讓活動是更加的熱鬧 演出內容以獲得評審及民眾的肯定 今天很難得來到這裡擔任葡萄公主的選拔 我覺得很難得因為這是第一屆 在原住民圈裡面用產業的名義來辦公主的選拔 可以說是第一次 因為大家都想不到我們的產業其實是自銷的 通路很重要 那通路除了這個平台之外 這個產業大使這個載體是很重要的 那今天用這個在布農族的地方 有些新一鄉又是玉山的地方 辦這樣子的活動我覺得很榮幸參與這樣子的選拔 但是雖然我也感覺到有點陌生 就是在籌備的過程當中因為沒有經驗 所以呢有很多細節 我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不過這樣開始是好的 而且我發覺就算因為今天這個比賽呢 它是網開很大 就是各界的都來參加 比方說今天我就看到有一個經濟公司 他們就帶了二十幾個 就是非原住民的小姐們來參加比賽 也就是說開始主流社會呢 開始來注意這樣子的活動 也開始注意部落產業這個 裡面其實是有很多可以插手的地方 但是我也發覺原住民地區有很多很傑出的人才 就是這些小姐們 他們的教育 他們的形象 他們的表達力 還有他們對產業自己的使命感 這些都非常非常的有power 有力量 所以開始了 開始動起來了 也許有人認為布農族因為身形的關係 因為布農族是山民族 塌山嘛 腿短短 身形矮小 不像阿美族 因為阿美族怕淹水 所以都是長得高 但是民族性的特色這個部分 我剛才在裁判的時候 我就非常注意這個部分 比方說有的人長得非常漂亮 可是他表演的是一個 比方不是台灣的這種 而不是屬於這邊文化區塊的一種表現方式 我想這個部分要略為調整 當然我們可以包容很多的演出形式 但是最主要這裡區塊的文化臉譜 就跟葡萄一樣 葡萄是新一項出產的 新一項它是一個商標嘛 是一個品牌 那我們推出一個可愛的布農族 短短的 短短的身材的這些小朋友 就是天使一樣 我剛才就看到很出色的布農族啊 就它黑黑的 小小的 但是它很甜美 而且那個肢體的動作也很好 口才也不錯 我覺得要挖掘這種族性的特色 才是我們的品牌 我想這個擔憂是可以突破的 議員陳淑慧表示 新一鄉所生產的葡萄 是全國最優質的葡萄 也受到民眾的喜愛與支持 藉由葡萄公主選拔以及行銷推廣 讓更多人知道新一鄉的優質農特產業 因此次的葡萄公主選拔活動 獲得樂烈迴響 議員更建議鄉長 讓資深的美女也有機會 能為新一鄉農特產業 盡一份心力 故鄉長允諾明年再舉辦葡萄皇后選拔 議員肯定鄉長舉辦活動 並推廣新一鄉農特產業的用心 那大家都知道 我們新一鄉所生產的這個葡萄 可以說是全國最優質的 也受到很多的遊客 還有好朋友他們的喜愛 那當然史強鄉長為著來推動 行銷在地的這些農業產品 那在這邊來舉辦葡萄公主的一個選拔 尤其他的獎金非常的優惑 總獎金是20萬 第一名有20萬 那入圍的還有 入圍的獎金是1萬塊 所以這個獎金是非常的高 聽說其他鄉鎮所舉辦的一些公主的選拔 最高的獎金只有5萬塊 那在這裡他所訂的這個資格 就是部分族群高中以上 歡迎所有的高中以上的這些小姐學生都可以來報名參與 那蘇惠在這裡也建議我們的史強鄉長 也要對一些資深美女讓他們有一個機會來做一個展現 所以史強鄉長也答應明年來舉辦葡萄皇后的選拔 所以我想一個活動的一個行銷 最主要是我們鄉長他的用心 最重要的一個目標還是要達到 行銷到我們新鄉的葡萄 還有其他的農業的這些產品 在此所謂代表地方來感謝我們史強鄉長 還有整個新鄉的所有的一個團隊 這次參賽交曆在學歷上以大專為居多 平均年齡為20歲左右 這剛好符合這次活動吸引年輕族群參與的目標 而看到他們精彩的演出 對於未來協助在地產業推廣是非常有信心 在新鄉風秋地區舉辦就是有關 今年度新鄉葡萄公主的一個選拔 也是首次 那歷年來在新鄉公所史強鄉長的帶領之下 大概是透過不管是用路跑的一個方式 來行銷我們在地的一個農特產的一個產業 那今年透過這樣的葡萄公主的一個選拔 那希望就是能夠園覽全省各地高中職的這些家裡來參選 那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主要就是讓大家進一步的了解 新鄉的這個巨峰葡萄的一個特色 因為在這邊它整個生產的海拔地形跟氣候 其實所生產的這個葡萄相當的一個香甜可口 議員史清水表示 這次新鄉葡萄公主選拔相當有意義 也藉這個機會讓原住民年輕人 能上台展現自身的才華 也能藉由他們的力量推廣在地農特產業 議員更強調新鄉的葡萄力大之多 香甜可口非常營養 希望鄉親們可以以行動來支持在地農特產業 這次我們新鄉舉辦一個葡萄公主的選拔賽 我認為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而且呢我們在新鄉深山裡面 配影地區呢 我們年輕人很少來走上這個檯面 藉著這個機會 我們的原住民的年輕人或是年輕小姐 能夠上台來展示你的才華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我希望我們有更多的原住民 年輕人或是小姐們來上台 那藉著這個機會呢 也可以推銷我們新鄉的葡萄 我們新鄉的葡萄呢 是全國來說是非常好吃 在甜度方面經過實驗呢 真的是最好 那我們的新鄉的葡萄呢 它顆粒又大 而且這個果粉呢 又特別多 非常的有營養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告訴大家 那這個葡萄公主的選拔 也希望大家也能夠前來觀賞 來指教 讓下一次的活動能夠更好更精彩 參賽者阿併表示 身為新鄉的在地原住民 能參與這次新鄉葡萄公主選拔 感到相當開心 也希望能有機會 會新鄉在地葡萄發揚光大 併表示對自己最有自信的就是唱歌 也希望能用唱的把新鄉的特色 唱給大家聽 因為覺得就是身為新鄉的人 然後就是新鄉有這麼好的一個 盛大的一個競賽 然後覺得可以為 就參加之後 如果有機會可以得名次的話 可以為新鄉把葡萄發揚光大 就是最大的優勢應該就是 我就是新鄉本地人 然後加上就是自己對唱歌 還滿有自信的 然後希望可以用這個方式 然後用唱的 可以把我們新鄉的特色 唱給大家聽 旺美村長伊布表示 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 可以將新鄉的農特產品 產銷出去 也希望新鄉在地原住民年輕人 能一同支持 並多加參加類似的活動 今天舉辦這個葡萄公主的一個選拔賽 可以說是新鄉是第一次 那麼因為是第一次 所以後來會有什麼樣的成果 那麼我相信可以透過葡萄公主來產銷 把我們的農產品 可以產銷出去 那麼在因為在新鄉大部分 居住的是布農族 那麼布農族都比較內向 那我希望我們新鄉布農族的 有資格參加葡萄公主的 希望踴躍參加 為了我們新鄉的產業 為了我們新鄉的葡萄 來有很好的一個行鄉 民眾佈顧表示 既然參加新鄉葡萄公主這個活動 就應該把自身的才藝 發揮得淋漓盡致 除了能選拔好名次外 更重要的是 能將新鄉農特產品推廣出去 既然參加這樣的活動 當然就要把才藝表現出來 這樣才可以徵求好的名次 順便借這個機會 然後讓大家看到 今天參加的這些公主 有很好的那些才藝表演 民眾田小姐表示 很高興能夠參加這次活動 但希望往後的活動 可以將原住民 和一般參賽者分開 因為文化不同 體型不同 比賽的項目也應該有所差異 而相對來說 也比較有趣 很高興今天有參加新鄉的 葡萄公主的這個活動 但是我希望 這個葡萄姐應該要分 應該要有原住民跟漢人 應該要分開 因為不同的文化 又用不同的那種生活型態 而且我們的身高一定會有差異 所以我希望是說 這個葡萄公主 原住民跟漢人 給她分開來 這樣比較有趣 也比較有很多的原住民的那些少女 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希望是能夠有這樣子的機會 其實我們 擦在哪裡 第一個擦在身高 然後我們的比例又不同 如果說原住民跟原住民 我相信我們一定會都會很踴躍參加 可是如果你把它混合在一起 我們一定都會退休 因為我們身高就比他們就差很大姐了 最重要是他們的漢人的腳比較細小 我們原住民的腳比較大隻對不對 這個就覺得有差別了 真正的話 做葡萄的人應該本來就是要很比較 不要說很胖要壯的人做葡萄 你才有那個力量工作對不對 如果用這些比較瘦小的 我想他們應該沒有辦法完成這個任務吧 做葡萄的工作 我是希望說能夠分開來 對這樣就比較有競爭性了 也比較公平了 期盼藉由這個活動 能將新一項葡萄 以及新一項農特產業推廣出去 明顯有黃玉淮 莊明君 專題採訪報導